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怎么做 之后的话呢 这个角色也是顺道看一下为什么他叫最弱的角色 首先你看刚才那下攻击啊 刚才那下攻击手呢 对于其他来讲呢 那下攻击呢 基本都抽不着啊 除了马超可能能被抽着以外啊 剩下的9个人物呢 剩下的8个人物基本都不会爱抽啊 只有呢 这个黄宗跟这个马超会爱抽 之后这个张蓝剑减不了啊 这是人物的第一个弱点 能减的道具其少 我只能说其少 所有的大道具呢 唯一能减的一根呢 是9个杖 没了啊 这是正面的大道具 隐身一这种通用道具不错啊 之后这个人物咱们继续看 你会发现呢 我在很耐心的打气 是吧 很耐心的打气 之后你会发现并没有气 只有这个人的第二个弱点 打气谈判 因为呢 他这个人攻击力虽然低 但是呢 他对这些兵种的攻击力非常高 是吧 比如说呢 我给具体常见的人物啊 给各位 关羽 张辽 赵云 这些人物 攻击力呢 都远远高于这个黄宗 是吧 但是呢 他们打小兵都没有这黄宗层 所以说呢 这个黄宗啊 这一点也比较多 打气慢 那我也要打气啊 因为我教各位打下后援 这个位置是直接不点了 我直接选择独皮花山 这一招呢 也是黄宗龙这个人物呢 唯一可选可点的一个技能了 独皮花山 236A 伤害比较足 然后呢 清兵的这个前后范围比较广 能保护身后 OK 我们来看这个嫂子 开场呢 打三下独皮花山 这个黄宗呢 如果你想把他玩的稍微好一点呢 建议你会一套练招 要不然这个人物你就三下独皮花山 四下独皮花山 像小兵这么打的 那可 飞了个血劲了 是吧 就一如呢 马超的那个四下独皮 反正比那个杀还能高点 但是哪没高哪去 然后这个人物呢 还有第二个比较不错的技能 这个技能就算是比较不错 6A 射箭 射箭这招呢 是可以把小兵放倒或者Boss放倒 但是不掉血 好多人可能会说 你这玩意儿都不掉血 这招什么厉害的 不过这招很厉害 这招不掉血呢 在天王难度呢 就能控住小兵 看见了吧 这个铁甲呢 一直在被我控制 每次呢 放倒瞬机 射倒铁甲 之后继续放倒瞬机 再射倒铁甲 这样说的好处呢 就是这个小兵 你看一旦铁甲死了就会出两 但是呢 因为我一直有效的空兵 所以说呢 这个铁甲呢 一直救他自个 老哥自己 然后119这个游戏呢 铁甲这个人物呢 铁甲这个人物呢 铁甲这个兵种呢 也不厉害 所以说 这是他的一个优秀的一点 因为呢 119天王难度呢 你大部分的人物 我大部分的boss都是带双兵的 那么呢 这个6A就显得优位重要 这个人打大虾有加成啊 但是 大虾可怕吗 是吧 这个伤害加成显得有点无厘头了 这辈子呢 是告诉你黄虫可以捡金虾 捡完金虾之后呢 来到前面这个画面 杀完所有兵 他可以单人进这个密室 就因为他有这个金虾 其他的角色呢 进不来 我指的是单人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 烫一下无名火 如果你想打天王难度呢 你进到这个密室 你记得啊 无名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非常重要 这个不光在打兵门的时候呢 能让你省一件雨前一 或者省着开启这一臂 麻烦 他在防止有些boss的杀招的时候非常有效 比如说给你举两个 左慈的那个往下扔兵 司马仪的兵豹 这两个呢 都算是杀招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怪的攻击力非常的高 是吧 这个马顶一下掉了那么多血 黄冬打马呢 建议各位在不会连招的情况之下呢 像我这样 留一个小铁马 因为这个小铁马不会太阻碍你 然后呢 你就打四下A 打四下A之后防御或者逃跑 这是这黄冬打马的一个招子 那四下A防御或者逃跑 他即便不顶你 你也要防御 就当他每一次都顶 这样的话呢 问题就不大了 或者逃跑 那或者逃跑 像这里打四下逃跑 是吧 保证这一个原则 之后呢 你的血量现在就算安全 因为呢 怪一下打不死你 这就是安全血量 等你不安全血量的时候呢 你看我调好了隐身一是吧 我的隐身一准备丢了 火箭射一下 这火箭射怪不掉血 我是给他放倒 然后呢 去清一个小铁马 之后隐身一一直调好 不要立色啊 一旦你再挨一下打 你直接愣一听一给他干死 或者开皮杀 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开皮杀 因为呢 这个气很明显 打到夏会员之前是可以打马的 这马王一旦过了之后呢 你的第一个难关就算过了 因为呢 你马上能满血了 能打动物 打动物的时候呢 记得就练花 因为呢 你在这个火箭密室呢 捡了一个猪肉链 你的链花呢 是可以直接炸掉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算是打夏会员的一个重中之重了 就是这 法征剧情 黄宗这个人呢 打夏会员有伤害加成 但是呢 这个黄宗呢 伤害本能就不高 所以说呢 即便有伤害加成 打的也不得及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用9 堆道具 因为19的游戏呢 一旦第二关过了呢 后边将人物提升到10级 非常大的提升 直接跟他对话 一刀打出一个必杀的伤害 然后继续 这个必杀呢一定要往左开 这个第一个必杀一定要往左开 之后给夏会员引过来 所有的必杀呢 都尽量往右开 然后你看这个夏会员 你看 这就没招了 这个我们已经把能做的都做完了 但是呢 它终于会有意外 是吧 这也是游戏的一个乐趣 如果说这个我教各位这个招子 你上手之后 按照我的一套全能通过 那这游戏也没有乐趣 是吧 总会有点意外 然后呢 你加入一个对意外的一个应变 就完事了 OK 那这样呢 在我射丢了一个必杀之后呢 依靠四个气 一个九 把夏会员干成这样 开个一臂 过去拍地板 完事 这是你用这个黄松 无脑打这个夏会员最好的办法 没有之一 记住 等法证摇三下棋 你再走 然后满气见他 爆气跟他对话 这样呢 你的一个巨星杀给你砍两刀 这个位置呢 卡兵 看见了吧 剩最后的两个叉子兵的时候呢 你把他没死 或者呢 只剩一个 然后呢 你来到这个双树这个位置 双大树这个位置 这样呢 弓箭手出来就能卡住 然后呢 开场丢个土雷 扎一个老虎 这个黄松存刀剧呢 你就按我这套装吧 因为你想剪别的也剪不了 你想剪别的也做不到 好 这会儿我们给你看一下 天王梦游为什么说他厉害 看见了吧 现在是能打 但是呢 你过一会儿就不一定能打 看不看见 这个就叫梦游的无敌顶 我在这个打限制 或者说他们打无伤解说这种节目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 跟各位说 为什么这个打梦游一定要丢个修剑 就在这 你看是吧 如果你比如说你要是打进雪 或者你要是打什么 像这种比较高难度的节目 你因为不能修剑 让这个梦游顶你一下或者是两下 你这剧游戏将非常的艰难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我做的这些视频里边 高手经常用修剑起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梦游实在是太厉害了 刚才那种情况呢 在普通难度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但是呢 在天王难度呢 经常发生 经常发生 这个地方呢 我给各位展示了黄宗的两套连段 第一套呢 是正常的12连 后面我还会说 第二套呢 是撞A3下回头4下 但是这套连招的坏数呢 是不能收拳4-1 你看撞A3下两招 回头再撞3下一个独兵化战 这样呢 能打全4-1 但是这套连招伤害奇敌 因为呢 撞打的人物呢 就是撞完之后的3下A 他是0级的A 0级的A非常轻 比10级的A轻多了 这是一个坏处 最后呢 蹲连 这个人物的蹲连呢 119 建议你 呃 水平高了以后 试一下 但是呢 不要作为主要连段 因为这套连段呢 同样的坏处 收不全4-1 哦 这个游戏收不全4-1呢 在你打高难度的情况之时呢 危害很大 我指的高难度呢 不一定非得是进血 或者是进阶心的 就比如说呢 你的水平呢 刚好够天王难度通关 那么呢 可能这个对你来讲 就是高难度 但是呢 你一旦4-1 收不全 导致这个怪关手 会非常的危险 这个4-1这一块呢 你可以找找我以前做的视频啊 这里就不再说了 OK 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也是一个标准的卡输流程啊 这个可能不用交太多 首先你要卡住兵 这样呢 保证你卡住了一个稳定性 然后呢 这个贴着墙走别下去 把右边那俩杀死 等到左边那个刀兵被钉板 两次之后砸死啊 然后你来到张辽的位置 在那个尸体快消失的时候呢 丢一边输 就完事了 那这里给各位导一导啊 我选择了一个挂机 我就懒得去拿兵刷分了 这个荒松呢 你想打200万很容易啊 你找一个安全的角落啊 然后在画面的最后呢 剩两个兵啊 你哗哗哗一顿射 就完事了 非常贪分 这人打200万很容易啊 但是呢 依然不建议打200万 依然建议呢 是各位呢 能玩到一个这个移民通关是最好的 那么OK 来了 旅盟开场新流个毒 因为这个人打旅盟的手段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张铃剑 没有 飞碟 你走这条路线的话呢 只能解四个 只能解四个 所以说呢 打这个旅盟呢 要依靠飞碟加秀坚 首先你在飞碟 不要空 这是在旅盟拍电之后 你在飞 飞碟命中率高的办法呢 就是占他的下险 这样飞命中率比较高 之后来 你看他一个钻 你占他下边 一个飞 打一个跳A 打一个撞 我这位置是想撞一个那个啥 撞一个绝杖 唯一能捡的正面大道具 竹子 那么呢三飞 已经搞定了 继续 第四个飞碟交出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飞碟 四个飞碟呢 打出了输出 然后把时间剂丢掉 时间剂呢 是预防这个哪里时间不够 哪里呢 这个补一下 但是呢刀这就没用了 因为呢 这个小兵现在还有两飞 咱们呢再把这两飞捡 继续 你看我丢飞碟的时候呢 我都选择下险 等旅盟一个破定 直接飞碟丢出去 继续 调一个秀剑 这里我打一个旅盟的撞 你没能怕触发一个招式 免疫 这是 非常坑爹的一个事啊 也就是说呢 你用A收招之后呢 再用秀剑接A接不上 导致A灰空 他会打你 这叫做免疫 比如说现在就是 现在我就是A收招 如果我秀剑再接A 接不上 绝对的接不上 那么你看这里我会打一个撞 看见了吧 这个撞完之后 再秀剑接A就能接上 但是你看也不稳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 这个黄龙打这个旅盟 是费了个血迹了 费了个血迹了 要么你跟他归不住 容易时间到 不是容易时间到 容易被他打死 要不你跟他归得住呢 你抢不上招 因为伤害低啊 所以说呢 这个容易时间到 这是这个黄龙大旅盟 比较坑爹的地方 你看啊 我是用了六个飞碟 一个都没空 然后呢加上四个修剑 才艰难的搞死了这个旅盟 存道具因为 因为不需要太说了 你能捡的小道具就这些 都给他捡上 袖剑 土雷 毒气都标 飞盘 都给他捡上 甚至金珠都有格捡 你看这个人困难成啥呀 金珠都能捡下 困不困难 太困难了 然后呢 都标打的时候 已经存满了 所以说呢 我选择丢一个 独兵化山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这招呢 在打兵的时候 比较好信赖 比较值得信赖 因为这招呢 看后能力 贼好用 这招的话呢 可以建议过用 然后呢 在打boss的时候呢 如果后边有兵 可以稍微的堵一堵 堵这招呢 能看出后 你看就像我现在这样 但是呢 如果太厉害的兵就别堵了 比如说刚才背后是刀兵 那就不用堵了 早就给泥倒了 这个老虎可能温柔一点 之后呢 不推荐打吕布 因为呢 你这个黄宗 在高手的手中 打吕布的飞机 你说你不打12连吧 慢 打12连吧 你很难跟吕布 凑那么近 然后呢打吕布 你说你狂丢毒气 你也划不来 你的虚除可能就打不了了 所以说建议不打吕布 然后呢 不把这个沙盘子放出来 之后 像我这么打 你一定要看好 我是开场毒气以后呢 先打的4A 这个呢 恰恰利用了我刚才说的 那个叫招式免疫 A结束之后的 A结束之后的毒标A 本来是打不到的 但是呢 正因为打不到 所以说呢 这个可以打的这个陆训 一直醒不过来 它这个比较诡异啊 但是这种情况 你得暴气出发 你看这把毒标 这位置系统就判定 你打不到了 但是呢你暴气的A 有多个连段 第一下打不到 后面全打到 打到之后 陆训没醒 这样呢 用6个毒标杀陆训 这6个毒标 就是给陆训的 如果没够 补能量 或者补修剑 这是打陆训的一个方案 当然你一定要记得 前提呢 必须是你打陆训一个 一下A到4下A 之后不打别的招 然后呢 暴气毒标炸完之后呢 一直4下A 都A出去 再A 这是打陆训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办法 等会打出去要怎么打 要不然这个人的伤害起敌 你看这一下 看见了吧 这一下如果你要细看的话呢 你如果没看清 你给倒了 左慈的那一个兵 都没有豹子的那一个铺疼 都没有那个疼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无名火 如果我现在身上有这个无名火呢 左慈看看那一下打完之后 我的雪狼在哪 在1的左边 1P的左边 就差这么多伤害 这就是我说的 无名火 一定要减 只要你进了那边 你打119 一定要减 除非像哪种人 像诸葛亮那种 我背面呢 要剪七星灯 要剪鼠人剑 我单打还剪两天书 你像这个黄宗 你往他包里塞吧 你看怎么能 给他背面道具塞吗 怎么都塞不完 所以说呢 一定要拿上 关键时刻呢 真保密 OK 那么来了 这位置呢 就是土雷一丢啊 但是呢跟我打普通难度的时候 丢法不一样 因为这个土雷呢 你怎么丢呢 你如果跟他正面面对面 像普通难度那么随意丢呢 他很可能就这么窜你 他一窜 可能窜不着你 但是土雷多 所以说怎么丢呢 你站到他的上线或者下线 这位置呢 咱们变个小白兔啊 因为这个变下小白兔之后呢 多了一个buff 这个佐茨呢 混一边这个 这个这个 仁慈之心发作 防御力降低 你看这一下就射死了 要不然这个变啥射死 所以说呢 这个变小白兔特别的关键 如果你血量允许的话呢 建议变下这个小白兔啊 俗称的水平月 代表月亮消灭你的光环 直接触发 OK 那咱们继续 再往前啊 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打佐茨啊 用了六个土雷 加开场莲花 加一个球瓦 加深圳的两三个心 这里注意取出细节 看 毒气最后打一二三四不打了 死材 然后呢现在是A的免疫 毒完之后爆气 一二三四摁到底 然后再NA 看见了吧各位 这样打的伤害呢 是比一套连招远远要高的 而且安全 稳定 没有小平打你 所以说呢这一套呢 如果你玩这个破皇农 记得学一下 因为这个玩意儿 你没有这个还真不太好通关 这个后边打胃炎也要用到 然后比较坑爹的事出现了 这个虚楚呢 连躲漏三个躲也是自己扔的有点随意了 因为我打这个的话呢 还是打的比较随意的 毒的话呢 建议各位尽量就是等着起身之后了 快起身的时候再丢啊 我是直接就朝他脸上闭眼子丢了 就在坑爹 那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比如说你要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我毒气没打好 可能我毒气不够了 那么呢 就用剩下的这个其他小刀去砸 锈剑 土雷 废盘 用这些砸 因为呢锈剑土雷废盘的三个道具呢 再往后没用了 没人可打 你看是吧 一个火锈剑打虚指的输出虽然不高 但是呢 你锈剑多呀 对不对 都砸起来之后的输出也很可怪 OK 然后咱们继续往上走 可能呢全场打的最好打的一个怪就是这个傻子 这个傻子呢 为什么好打呢 首先他没兵啊 这一点都差不少 这位置呢 被黄盖连续逼走位 逼到最底下的时候呢 给他一个飞碟 打黄盖记得 你在他顶上你挑锈剑 在他底下你挑飞碟 顶下被逼到无路可挠的时候呢 飞一下 顶上呢被他逼到最上面的时候呢 修剑一下 这样就完事了 这套12连 是建议各位能练是最好 练谱明本实在就没招了 这套的难点呢 就是在三下A后的撞 这一下子最难 还是那个 还是那个定律啊 这个不是撞快了就是撞慢了 不是撞快了就是撞慢了 如果你撞完之后没连上 就证明你撞慢了 下次需要快点 如果你这个66A之后呢 你三下A之后呢 输入66A了 但是呢66A没出来 就证明你输入快了 在A没结束的时候呢 就输入66A 所以说自然就不会出撞 要不然下一次你就慢点 终究你能找到一个正好的节奏 但是呢如果你一成不变 那么呢你这套连招呢 可能就搞不定了 可能就搞不定了 那么你这个慌动呢 可能也就停滞不前了 大概就是这样 当然了你不会这套连招也能打 就是慢点 就像我这样 4下A跳刀 4下A独皮划山 4下A跳刀 4下A独皮划山 没了 慢慢磨 慢慢磨也能过 就是慢 前期的话呢 你可以这么慢慢磨 但是后期呢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稍微练习一下 这个黄东12连会了 张飞12连会了 张飞12连会了 你去打别的游戏呢 其他有撞了一点 没了 这东西都是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这叫 互相都有关联 互相都有关联的 那么OK 我凭借着这个4下A慢慢磨 磨死了这个黄干 那么前面主要都过了之后呢 最后一关呢 也就是砸道具了 你前面击击的道具呢 砸给最后一关 也完事了 这里呢三个马慢慢点死 然后呢 这个大马呢 你可以 如果能量多 你就选个爆气 我是用这个 路上捡泡辣捡的金桌 清了一个棍兵 然后呢你如果不想用气呢 就像我这么大 找到打梦游的感觉 3下A从上边绕 等他冲 然后呢3下A等他冲 好多会说呢 他不冲什么办法 不冲等他钻完 那个马鞭再打他呗 他就这两招 打以后要么 要么钻马鞭 那么呢你就揍他 这个怪还是挺傻的 这怪说实话 步入第二关的 红马王有威胁 因为来到这的话呢 几乎血量很高 而且呢等级很高 所以说呢 这家伙的威胁 远远低于第二关的红马 那么呢 轻松搞定 这个马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这是防那个雷干啥 不是剑吗 那么呢 不要吃太夹血 不带刀具 咱们往前走了 看这个魏延 魏延的话呢 如果你不着急啊 你就慢慢打 你把它放下去也行 但是呢 我这里呢 介绍一个不放弃的办法 因为呢打的话 毕竟流畅有点好嘛 首先呢 看场的电数 清五个天甲 之后呢 把这个魏延电倒 然后呢 咱们 我是想放一个攻击 打这个虚主 像虚主陆续那么打的 招致免役 这里其实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直接跟他硬拼 A不是4下A 他防住也没事 就你只要这个A摸到他脸上就可以 防住都没事 然后就可以打这 就可以打这一套了 我当时是有点懒 因为呢 为什么要这么打呢 因为你打到这呢 你没什么要毒了 这个必须得毒气道具能处罚 要不然处罚不了 所以说呢 你先摸上他 天甲没了 你就跟他硬摸 只要摸上一下 那么呢 你就毒标爆气 啪啪啪处 前面都扔空 打到这间俩毒标 然后呢 你再给他放倒之后呢 毒气筒压起身 啪啪啪再处 这样呢 两个毒标 两个毒气筒 这个维炎就差不多了 之后呢 你这个隐身衣呢 想丢你就丢 不想丢你就丢点气 就完事了 我这里呢 就是省着这个 他跑了 我就直接扔了个隐身衣 然后打司马仪呢 就是砸光你所有的道具 除了隐身衣以外 砸光你的所有道具 除了隐身衣以外 当然了 气如果能留着 那是最好的 留不下的话也没烧 你先一个司马仪高斯为主 实在这些道具都不够了 你就再来个衣服 打操操的话呢 四五个衣服是足够的 如果你一打连招不会的话呢 你就打操操操 可能就得需要 革命先跟他拼一会儿了 因为这个荒松呢 在你不会连招的情况下呢 输出奇迪 输出奇迪 你就先用命跟他拼 拼得差不多 他底下那盏血快走完了 剩顶那盏 那盏血的时候呢 就开始加血了 那么呢 你才用衣服揍他 衣服的最大的好处打操操呢 就是能看住他 让他不加血 这是衣服最大的好处 所以说呢 后期再扔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我已经砸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 我砸的不彻底 这道具砸的不彻底 还有土雷修剑金珠飞碟 没往他脸上砸 所以说呢 这局如果是你的话呢 你先把这些砸出去 正常来讲 这个衣服是不需要的 我只不过当时 懒得跟他默契了 正常来讲呢 你可以把这四个飞碟 加上这个金珠 加上修剑土 全砸给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衣服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的这个衣服呢 只打了他四次四千 这些输途呢 靠这几个道具 是补得回来的 OK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打的涛涛呢 把这些道具全撇 没用了 只留一个隐身衣 足以 足以 足够 全丢 把加血吃满 最后剩五个隐身衣 魏妍开一个 司马开一个 前面有六个 然后 司马减一个 五个 那么这个曹操呢 前期建议呢 你打的这几乎是满血 就跟他拼 怎么拼呢 他隐身到你身边 你就储克了 就这么拼 你看是不是上去就干 生死看单不服就干 那就刚一波正面 你看这个数数很低 你又是 没有连着隐身衣一套 就打四下A看到 打四下A独皮花斩 可能只能打三次 你算吧 这三次就是我现在的这些血 比如说一个隐身衣 最多能打这么多血 还得说是最多 赶上操刀 开两个必杀 还没有这么多 所以说呢五个隐身衣 你不会连着VB够 那么呢 你就是先拿命卡 先拿命贴 天哪 我再打他一套的血量 这时候再开衣服 比如说这套打完了 你感觉差不多了 那就开衣服 这时候正式开始开衣服 完了追了他干 千万不要让他加血 就完事了 千万不要让他加血 你会12连就够了 你会12连四个衣服不够 一个衣服打他一半血 正好 正好 那么呢 剩下的环节呢 也就没什么好多的了 这里再打打广告了 这个20号呢 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呢 各位这个能支持一下的话呢 我感觉说 哎呦我只看有红这么上次比 我感觉有红太帅 我也没支持过 哎 那最后能支持一下了 是吧 这个你可以在这个 20号零点开始的时候呢 来这个 下一个那啥 其他就不用 如果呢各位想大力支持一下呢 那么 请充一块钱 对你明天做啊 一块钱 在那个 随我水果视频APP的那个主页里呢 点到我的头像 点到我的视频主页 选择呢加入他的粉丝团 一块钱足以 这样的话呢 你一个人就顶三个人的力量 非常的强大 是吧 你的一个赞 顶三个人一起赞 你的一个评论呢 顶三个人一起评论 这样的话呢 如果这个助力是越多啊 那么到时候呢就有机会呢 去参加一波旅游 那么呢这里呢 提前感谢各位了 拜拜